俄羅斯當局說拘捕了一名被止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的美國公民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在星期一發表的聲明說 一名美國人上星期五在莫斯科被捕 並且已經對他提出刑事起訴 這篇俄語發表的聲明所指的美國人名稱 似乎譯名叫普羅·維蘭 聲明當中並沒有其他細節 也沒有詳細透露罪行性質 美國政府還未就事件發表任何聲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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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